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为大家提供的ASB视频教程 我是足奖老师连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16章内容管理系统1.700 前台显示内容 那么在上一节课我们已经新增了文章 然后又可以修改文章删除文章 那么现在我们要在前台将这些文章给显示出来 好 这是1.6的版本 我们点击国内新闻娱乐新闻是没有的 而这些东西在首页上我们先不去管它 我们要点国内新闻什么娱乐新闻 把这些新闻给列出来 OK先升级一个版本 1.7 1.7的版本 好 然后1.7版本有了之后 我们点国内新闻没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做 好 那么到底是哪张页面呢 是list呢 还是clist clist我们看一下 是那个文章列表 对不对 是文章列表的html 那么list呢 是我们要的 是我们所要的 好 所以我们要把list给拿过来 把list呢 改成asp 然后呢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把index这个先打开 list我们都也打开 我们把这个index的这边的这个 nav 我把它给我们看看 给拎出来 给拎出来 它这边就没有了 应该说 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新增一个 保存为 叫headerasp 放到1.7里面去 然后这块呢 我们直接的 inquote file 这样就没问题了 又过来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 也是的 直接的把这句话复制过来 调用一下就行了 OK 那么我们来看看 list.asp 好 dasp 开头少一句 那个什么调用啊 这个调用 当然 你这个调用之后呢 其实是尾巴上是要关闭的 对吧 尾巴上要关闭 call close rs call close cnn 好 把这句话我复制到list的这一块 好 行了 那么现在list有了 我点国内新闻要进到这个list 怎么办 很简单 我们打开这个 我们只要给他做一个list就可以了 他就来看 叫list.asp 点一下首页 我点下国内新闻 是不是list啊 好 点下国内新闻 好 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点国内新闻 我要在这边显示所有的栏目 OK 所以list这边呢 你不能写六个栏目了 我只要把它全部删掉 所有的栏目 我把它删掉 只剩下一个栏目 好 只剩下一个栏目了 好 它是居右的 它是居右的 我们看看这个css是怎么写的 counter2 应该第一个应该居左吧 代 counter2 默认是居右 counter2 对 默认是居右的 那就居右做吧 因为它跟这边区分开来 对不对 没关系 没关系 居右就居右 无所谓 好 等会我们要循环 如果你特别想让居左的话 我们就建议在外面再嵌套一层 对吧 再嵌套一层的话 然后里面的外面的居右 而里面的这个小栏目 全部居左就可以了 好 现在因为是外面扫掉一层嵌套 所以这边默认是居右 这样子吧 我六个都展现出来 我看看能不能改 我不太记得css当初是怎么写的了 content2 我把它改成居左 看看 居左 有问题吗 好像问题也不大 对吧 问题也不大 问题不大的话 我把1到2全部给删掉 我们看一看 在左边 可以的 居左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点国内新闻 这边应该是把国内新闻的各个栏目给列出来 对不对 各个栏目给列出来 我们看一下后台 看一下栏目管理 国内新闻有这么多栏目 对不对 我们最多让它显示多少个呢 最多显示六个 后面的就不要了 后面就显示更多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那么其他少的就肯定没有了 最多显示六个 对吧 你显示多了的话 容易容易容易怎么样啊 就是溢出了 好 那么现在就对这个下手 呃 他先CUNN已经引路进来了 关闭了 这边我们看看怎么搞 首先你这边head点操链接的时候 这边要加个问号 加个问号之后呢 show ID等于括号 把它的什么给传出来呢 把它的ID给传出来 那么就RNS括号 CMS ID 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首页 我点国内新闻 show的ID等于1 我得娱乐新闻show的ID等于2 财经新闻show的ID等于4 国内新闻show的ID等于1 等于1之后呢 list我们这边就要做判断 去拿 拿这个数字 BIM叫show ID 好 那么show ID之前的页面 我们做了一些判断 我们直接把它拿过来 哪些呢 好 这块拿过来 粘贴 好 等一下 我撑开一点 粘贴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拿到这个show ID 然后show ID不能是数字 不能是什么什么非法操作 对不对 还有一个 就是上面的这句话 好 现在大家想一想 list是在哪个目录下 是在这个目录下 所以说直接应酷的file就可以了 上面点点杠 不要了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看对不对 点国内新闻 如果我没有这个去定一下 非法操作 对不对 OK 还有一个 就是它的字符 字符问题 好 非法操作 对了 好 再来判断 有没有这个数据 还要拿这句话 对吧 很烦的 每次都要来 但是一定要判断 那么这边改成cms nav 好 这边呢 查找 where cms cms id 等于 show id 对吧 好 那么 这块呢 里面应该怎么写呢 这个是有的 有的 好 就直接写了 不看它的了 下面呢 也是 call rs close s 那么这边是有个问题的 你这边写了的话 你后面要把它先去了 对吧 你们两个同事关就关不掉了 就多关一个会出错 如果not 如果没有数据 对吧 没有数据就是is.uf 如果没有数据 那么 非法操作一下 表示有数据 为什么我经常重复呢 重复加成大家的记忆 这边重复了 若干若干变了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的 不存在此栏目 不存在此栏目 我们来试一下吧 命名重定义 is.q 看看哪边重定义了 is.q 重定义了 是重定义了 在哪定义的 在header定义的 在这个地方定义的 在这个地方定义的 那么就算了 就这么用 好 其实有点不太规范 无所谓了 我们先把它做起来再说 表示有数据 表示有数据 如果我这边写个1 不存在此栏目 对不对 如果写错了 就是非法操作 这边大家都明白 好 如果有数据之后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有数据之后 我们就要循环它 所以大家来看 这点是比较烦的 比较烦的 你要把 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不着急关它 不着急关它 有数据 表示有数据 如果没数据 就弹充 那么下面我们就继续了 就要在这块循环 那么刚才 这个地方被我删了 是吧 Rs关闭 那你把这边打开 这样就不会出错 这边就开始直接写 do why not rs .euf 好 这边你会有个问题 你之前 你之前做了判断了 你会有个问题 我们先先做 待会儿再说这个问题 我前面有地方做的不好 也可以说做错了 等一下 先循环出来 看看有多少条 第73行 73行 do I not Rs 好 没有数据 国内新闻 它没有 好 国内新闻 它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有数据 就显示 那么国内新闻 到底有没有数据呢 shed id等于1 它要显示出谁呢 显示出 shed id等于1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找到的是谁 我们来看一下 找到 shed id等于1 只能找出一条数据 而我们并不是找国内新闻 我要找国内新闻的谁啊 它的子栏目 叫江苏新闻 浙江新闻 河南新闻 河北新闻 那么这边应该判断谁 sed id 所以你这边应该写sed 好 sed 对吧 好 但是呢 你这边判断的是谁 判断的是谁啊 是id 所以这块 所以这块 你这边要做一个 call close s 好 那么下面呢 你这边还要做一个 把这个复制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我查找的是谁啊 查找的是side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就关两个了 那么下面这个 关的就是这个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边找了side 有数据 然后去循环 这样你没问题了 OK 看一下 好 有这么多栏目 有这么多栏目 我们把这边的栏目的名称 全部换掉 is括号 cms nav name 看一下 江苏新闻 浙江新闻 河南新闻 河北新闻 湖南新闻 湖北新闻 新疆新闻 云南新闻 OK 如果这个id写错了呢 写成 111呢 叫不存在此栏目 那么这个错误是从哪边 可以做出来的 是这边 这边判断的是id 所以说 如果没数 有数 没数据的话 就不存在此栏目 好 这边判断的是什么 是判断的 它的side sid 对不对 所以两边你搞清楚 这边是为了做什么 为了循环 为了循环 好 我们点击国内新闻 我点娱乐新闻 叫女性新闻 男性新闻 童心新闻 宠心新闻 点财经 叫股票新闻 期货新闻 证券新闻 银行新闻 我点科技 科技没有 对不对 it新闻 it新闻有 互联新闻 软件新闻 校园没有 游戏没有 女性新闻 读书新闻 后面都没有 就说这边是空的 对吧 空的 好 当然 我们这个就明显多了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前面 加上这么一句话 我最多显示前六个 好 最多显示前六个 看到没有 显示前六个 而且还要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显示呢 我们按照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顺序的 它有顺序 它要按照sort来排序 有没有看到 这个sort来排序 好 但是我们这边呢 就不做那么复杂了 因为还要做 我们就按照它默认的顺序来排 就可以了 OK 那么这个列出来了 主页 主页先不谈 先不做主页 我们点击国内新闻 sort id已经有了 后面改后罪也不会出错了 那么这边就会显示这么多 好 现在我要将这个里面新闻的列表给列出来 好 新闻的列表给列出来 怎么列呢 比如说新闻列表 要不要做个排版 我们稍微排排吧 都有了 对吧 我稍微排一下 打开 stale 这个叫content2下面的 ul list type stale stale paddy left 10 px OK 这个去掉 好了 那么上面呢 也padding一下吧 px 例呢 高度来25吧 然后 都来个下滑线 去的 不用这种的 ccc可以吧 好可以了 然后呢 来个 dm时间 这个叫做2008年 现在是2009 2009年10月10号吧 先这么写 dm 这个叫做fault 在行内连可以这么来 对吧 将它的style 好看一下 可以的 padding 58 5px 给它加个括号 行 行了 好 这样子大家都出来了 对吧 都出来了 那么现在真正要显示了 我们看看该怎么来 怎么来 当然 这个等会还要做超链接之类的 嗯 删掉两个 这边里面 它是循环出来的 里面再来一层 大家来看 对 m sr sq2 复制 sr 然后呢 sq2 选择 这个地方呢 我们跟上面一样 选择前几条呢 我们算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选择前8条吧 10条可能放不下啊 选择前8条 那么就是top8型号 from cms article 这样子的话 它显示的是全部的数据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叫isr open sql2 cun1.1 那么这个呢 我换成 换成isr 叫标题 叫标题 叫cms tltle 那么这个呢 换成的是日期 日期叫isr 叫day 叫cms day 当然要处理很多问题的啊 好 循环之后呢 叫isr 下一条lope就可以了 对不对 都是isr吧 刷新一下 有错误 缺少du 缺少du 好 du wire not isr 1.1 eof 里面再来一层循环 ok 都已经看到了 好 这个原因 大家可以用re 浏览性测试一下 因为火狐它是直接的 你看 哦 re它也这样子了 那一般来说用re6.0吧 嗯 因为它 算了吧 我们直接把这个这个去掉 大家得看清楚了 把这两条去掉啊 把这两条去掉就可以了 就是它的高度不限了 大家看到没有 因为它挤在一起了嘛 你看 好 好 这个问题呢 什么产生的啊 这个先先不先不讨 先不去讨论这个排版问题 排版等会我们再去搞 先这边有三个问题 我们解决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嗯 第一个问题 就是 所有的都显示了 对不对 你你你无论点到哪里 财定新闻 rd新闻 它也有 对吧 所以说它没有定位 但没有定到哪个位置上面啊 我们来看 这边要加个位啊 加位啊 你到底是哪一个栏目的新闻呢 好 比如 比方说啊 比方说我这边接收的是 show id 是这个类别的 那么接受这个类别呢 我这边应该还要提取出一条数据来 提取出它的子 呃 它目前的子类啊 子类 大家来看 打开数据库让大家更清晰更清晰的看一下 它的应该是找它的这个short对吧 它的类别就是cmssort找这个 也就是说 where cmssort 我到底是哪个类别下的 等于 等于连接谁呢 啊 等于这个sort是36 比如说是云南新闻2222是江苏新闻 那么江苏新闻从这里怎么取得它的江苏新闻呢 好 好 我们来看 怎么取得呢 大家来看 每一次循环的时候 大家来看啊 每一次循环的时候 你可以说你循环 你外面循环江苏新闻 浙江新闻循环这些新闻栏目的时候 是不是它的 id也循环出来 而这个id可不可以对应着你循环内容的那个sort和id比较 如果是一样的新闻 这个新闻是是属于江苏新闻的 那么就在江苏新闻里面显示呢 对不对啊 那么可以这么做 在外面一层循环的时候 可以这么来做 呃 我可以先这么来啊 大家来看 我先把这个去掉吧 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 is cms id 大家来看一下 好 江苏新闻是22 那么把这个22拿到 去到 去到这个循环里面 去到这个文章的循环里面 循环出 查找到22的这两条 在这个 在这个里面显示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这么写 大家来看 我这边就不要了啊 你可以建立一个变量 叫sort 好 那么sort呢 等于 is 括号 cms id 付给他 然后这边呢 写上 where cms sort 啊 这个是NV表 这是什么 呃 文章表 对吧 这个文章表的sort 等于 等于 等于这边的id 付给他的sort 等于这边的sort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OK 那浙江新闻 只有一条新闻 那么江苏新闻 有两条新闻 对不对 河南新闻有一条 那么 1234 就是四条新闻 四条新闻 其实我们一共发了五条 对不对 因为这个第五条呢 我们是云南新闻 好像 好 我把云南新闻 也改成江苏新闻吧 这样子的话 点修改 这样子我刷新一下 是不是多一条了 还多了一条 而且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还需要排序 还需要什么排序呢 大家来看 再加上 好 按照时间的倒序排序 obuy cms d desc d desc 这样子反过来 最新的文章放这里 好 下面一个问题 这个字太大了 字太大了 好 我们在这个例这边 我们设置一下 fault file 等于12px 好 可以了 这样子可以了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显示 这个显示的太具体了 我只要显示这个时间 我不要这个 我只要这个日期 2009年9月19日 我不要这个什么 20点 28分 什么54秒 我不要这个东西 那怎么办 长手测 呃 这个这个电子书籍 asp 这边有个vb spread 函数 我们查一下 有一个 我记得 虽然我不常用 但是我记得 在这里 叫 format 对 对不对 好 选择第一个 好 这个函数 格式化函数 格式化日期的函数 返回表达式 此表达式叫已被格式化日期 开大语法 format 然后里面放日期 后面放你要格式化哪种格式 第一个必选 第二个可选 指所使用的日期和时间的格式 我们选择第几个呢 第二个 大家看 使计算机区域设置指定的短日期格式 短日期格式 大家来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关了 好 我先复制一下吧 把它放哪里呢 这边不是显示的这个时间吗 对不对 我右击 我粘贴 我把它扩起来 还少一个参数 我选第二个参数 好 这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下 刷新 大家看到只有这个了 ok 好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 这个好像有点太 太挤 太挤了 我们在这里去做一下设置 好 然后我只要到 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五个字 六七八 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个 好 跟后台的一样的啊 先把这个数据给取出来 取出来 叫 这套 然后呢 这边叫 这套 先把它 附给一个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呢 叫 嗯 等于 认 等于 left 十四 对吧 然后 这个变量 再等于自己 加上一个 点点点 好 这边呢 再做个判断 如果认 大于十四 那么 执行这句话 否则不执行 好 然后这边就写这个 对吧 看一下 这套命名 重定义 他说的是哪个 是这个 去掉 好 看到没有 点点点点点点 点点点 OK 可以了 好 最后呢 我把刚才我们所要加上的 那个 全部加上去 行 好 显示出来了 已经全部显示出来了 看到没有 其他的应该没有啊 好 那么 这段课内容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啊 就讲这么多 有些地方可能 会有点混乱 但是呢 你停下来 或者你看的代码 听一遍 或者两遍 对吧 然后把它好好理解一下 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段课 我们就到这么多 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提供 爱北风.com 本次的主管老师 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 博客 hi 百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suite 这段课程是对 请不吝点赞 虽然 请不吝点赞 虽然